一、太平军攻打上海时,李鸿章组建的怀军进入上海时的情景,二、配备洋枪洋炮的清军。 三、一位军官和用马拉的大炮,旁边的清军士兵站姿规范。 四、清军的自重部队。 五、清军的大刀队。 六、在宁波训练时的洋枪队,由英国人带领。 七、火炮行军运输状态的清军小分队,全靠人力拉动的小炮队。 八、在维海卫的陆上训练,后面可见外国教官。 九、晚清务须政变前后的清军。 十、晚清最后的一支金锐陆军,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北洋新军,徒为北洋新军的一仗队。 十一、袁世凯在小战练兵期间,推行西方军事训练,由军官编练新军,徒为新军在训练。 十二、北洋新军的一仗队。 十三、正在训练的北洋新军。 十四、北洋新军训练时的情景。 十五、西式的操练。 在维海卫的陆上训练,后面可见外国教官。 十六、水兵在维海卫军舰上合影。 十七、维海卫炮台一警。 十八、失去了战斗力的清末八起军。 十九、何泽县巡警局前合影的清军警察队伍。 二十、张之洞在湖北边列的新军一仗队。 十六、 WIN? 感谢观看